中美國歷,美國有很多理論 最多人說是引述希臘的一個理論 當時兩個希臘城邦大戰 Sparta和Athens 那個叫Phucydides Trap 即是說當一個強國,現有的強國 見到一個新興的強國 他感到被挑戰就會打打 美國有這樣的論述 視中國為一個威脅 我見現在我們國家派美國的大使都盡量化解 即是說不要當是一個意識形大的鬥爭 我們不是一個威脅 我們中國沒有侵略人 我們沒有,從來歷史上 邊境糾紛有,人人都有 但我們沒有侵略人 現在國家重視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 我覺得香港有貢獻 因為我們最國際化的城市 即我們的精英英文應該比較好 也比較了解西方文化和思維 所以應該是向國際解說這方面 應該是可以做多一點 我自己也有努力去做 你知道我自從17年開始 我每年都去《紐約時報》 他都肯登了一篇稿 很不幸去年10月1日登了一篇 《香港是中國的,你喜歡不喜歡》 很感謝紐時收了這篇稿 還在11月1日登了一篇稿 還登了一個很美的香港夜景 就令到一個編執 被美國政客叫他辭職 因為選舉就離不開政治 很多政治人物拿票要打中國牌 其實拜登也是這樣 因為他不可以在國人面前 被人覺得比特朗普軟弱 很多政客都是靠這樣 所以我們通過國安法 完成選舉制度 他們就乘機很多政治搞作 通過兩條法例 一些議案 但現在情況定下來了 事實性於紅便 通過了國安法的確 我們穩定了、安全了 也沒有走資 經濟正增長 中國正增長 我們現在都反彈了 疫情又控制得好 只不過未通關 我們今年很多國際排名的升法 就是很多預測 中國經濟2030年、2035年 或者更早已經超越美國 是令他們震驚的 其實中國只是做很少的事情 例如全球 應該只有兩個海軍基地 一個東非 美國有800個 他已經覺得 你強起來不行 我要打壓你 他這種心態是這樣的 美國 自己美國學者都說 U.S. Exceptionalism 美國自尊無常的心態 令到他一定要圍堵中國 我們應該在預見的未來 這個角力也會繼續進行 香港也要在這樣的環境下運作 第一是不斷要反駁和解說 近年來特區政府做多了 例如財政司也出了香港營商報告 中央政府出了102項 罪狀超高天下的美國干預香港市 財政司應該出了一段事情 其實各個政黨都有出事 我們各個都會發信 響應中央 國家安全法律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 香港本身已經有了 英國人已經寫 已經給了一些我們 我們本身的法例 都有叛國罪 有煽動罪 有間諜罪 有披露官方機密罪 只不過是不足以應付現代的挑戰 還有有漏洞 譬如我們沒有分裂國家 沒有顛覆 這個港區國安法就是填補了這些漏洞 國家安全的定義 我當局長的時候比較簡單 法律寫了 什麼叫做國家安全呢 就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和獨立自主 但現在西方國家都將國家安全的概念 是大大擴闊的 維護它的民主制度的完整 維護它不受外國的干預和滲透 維護它的信息的安全 糧食的安全 全很多大國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 都是擴闊了 就是科技年代 有些新的威脅 有些香港人成平日久 戰後很多都根本未見過 什麼真正的衝突 所以就不會想到這些威脅 所以現在雖然港區國安法 幫我們堵塞了幾個漏洞 有了分裂國家 有了顛覆罪 本土恐怖活動 我們應該盡快完善我們現有的法例 來盡快落實23條的憲制責任 還有完善了選舉制度 我們也修改了議事規則 將來不能拉布了 變成條例通過會長順很多 我希望明年可以完成 做什麼都是天時地利人和 時機適合 有適當的人才去處理 現在時機應該最好 我希望快點完成這個憲制責任 我們就特區政府有精力處理 其他經濟民生的問題 你知道土地房屋短缺 還有政府改組 還有公務員管理 這非常重要 大家好 我是葉劉淑儀 如果想聽多些名人分享香港故事 記得訂閱Upbeatmedia的頻道